狗的模拟老铁们 今天的活就是平整这个场地 东家说尽量的给他把场地平整好一点 他中午就给我们加餐 兄弟啊对不住今天要二选一了 我连配菜都准备好了 这个菜认识的老铁 我可以肯定评论区不会超过一百个 来我们言归正传 平整今天这个场地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所有的杂草 清理干净并且打堆 看事情做事情 场地表面有很多的食指 这个不用东家交代也要知道 肯定不能带走 所以清理杂草的时候 尽量的把食指弄干净 然后再找东家讨一个堆杂草的地方 把所有的杂草当成烦恼 甩到九霄人外 然后第二个步骤寻找参照物 一般房子的走廊都比较平 所以我今天选择在房子的走廊这个边上 先找出东家需要的高度 并且把东家叫过来 确定好这个高度 然后就照着这个高度剪 把剪出来多的土 就甩到外边比较低的地方 注意啊 这个房子的走廊边 如果自己很有把握 那就给东家剪干净一点 如果不是特别有把握 这个走廊边最好叫东家 自己用仇头挖几下 就这样 把刚刚里面剪出来多的土 就填到外边这些比较低的地方 然后再去抽操 简单快捷地把它搞平 到了这个时候 镜头的正前方 基本上就是东家需要的高度 也是我刚刚找出来 作为参照的参照点 就顺着这个参照点 一直往后面剪 这个步骤 不需要做到很精细 需要的是速度快 大概搞平就可以 据我观察了解到 东家场地外面这一堵墙 用的材料是桶桶砖 因为前车之鉴 经验所得 这个边边肯定不能碾压 也不能用斗去拍 所以我就叫东家 穿着马靴 拿着仇头 自己用脚来踩 尽量地把这个边上踩实一点 不能说这个方法特别好 特别实用 但最起码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 第二个步骤就做完了 我们来说第三个步骤 平整度差不多的地方就用斗去抹平 一边抹一边把这个围墙边边给它填好 尽量地去给它填满一点 然后多的头一边往后面收 一边集中 集中的同时顺便看到哪些地方比较差头 就把这些头甩到输要的地方 反正整个过程就是一边抹平 一边拍紧 一边把多的头往后面收 并且打堆 然后自己再多观察 哪些地方插头 就把多的头甩到哪些地方去 就这样一直顺帆地做完第三个步骤 整个场地基本上也就差不多搞完了 接下来第四个步骤 就是要非常有耐心的把它全部碾压一遍 注意这个围墙边因为是填了很多的松头 所以我一般都会留个一米不去碾压 如果到时候垮了 东家在家里哭 说我这个小子做事没有经验 我也很难过 对不对 最后把不好碾压的这些地方把它抹平 整块场地就算OK了 Very good 非常的nice 好了老铁们 今天的活就这么多 每天小赚几百 生活多姿多彩 感谢老铁们的点赞加关注